和平经济体验服务加入了新的飞行器和二轮跑车 看有小伙伴留言问我 飞行器和跑车到底砍不砍走 这期就用556的子弹为例 看一下飞行器耐打程度怎么样 要是比滑翔机和直升机耐打 那才是单之无愧的空中第一 这是之前收藏的飞行载具耐久度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接着测一下满耐久的飞行器 需要多少发556子弹 一共是62发56子弹 和普通直升机是一样的 比武装直升机要脆一些 再看一下二轮跑车的耐久度 一共用了45发56子弹 也就是说不管飞行器还是算了跑车 至少也得两个人少才容易一些 哦对了 这次还出了一把新枪MG3 用的是762的子弹 扫射起来很带感 990的射速快 不过后座力很大 660的射速慢 后座力也会好很多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玩玩 好了 不知道你对体验服务 还有什么疑问呢 我是男美小子 视频节目 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 小小小牛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